Hey, 大家好, 悲劇是 Airsoft 今天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將一支玩具槍進入真槍的Hoster 這個就是Serviriland 63600 是比1911加上X300電筒 我就覺得比較少 因為市面上通常都是Glock、M&P等槍 我現在已經弄好了 先講講Hoster 它有一個ALS系統 ALS是自動鎖槍 就是把槍放進去 先把槍放進去 把槍放進去 你聽到拍的聲音 它已經鎖住槍 拔槍的時候 按下槍 把槍放進去 鎖住 按下槍 如果你覺得不夠保險的話 還有一個帶子 就可以鎖上去 拿槍的時候 按下槍 把槍放進去 然後把槍放進去 把槍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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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槍放進去 把槍放進去 把槍放進去 當然啦 玩具槍和真槍的Spec 是非常不同的 通常玩具槍是肥的 那就 分享一下究竟做好什麼 OK 首先工具 工具 一把熱風槍 熱風槍 我這把就淘寄百多元 解決了 然後第二 就是一支六個匙 我就不知什麼尺寸 六個匙 還有一把刀 我就用著這個 Leatherman 一開始 進去的時候 電筒位置 不能進去 這個Holster後 這裡有一顆螺絲 就讓你調節鬆緊 這個位置 就是 雜同闊 去鬆緊 我就算拆了一顆螺絲 也是不夠闊的 那 倒進去 那 一開始這個位置不夠闊 用熱風槍 就調節400度左右 其實前後 十多二十下 就已經開始淋了 淋了少少之後 就拿一個鉗 那 果然就拿一個鉗 就慢慢 撬開它 那 撬鬆了 可以進去 那之後呢 都覺得緊的 那 有一次呢 就 我選擇 都入了 接著發現呢 我是拔不到這支槍出來的 即是我用任何辦法 這條按到最盡 怎樣都拔不到這支槍出來 那 終於呢 我要拆掉所有螺絲 將整個槍套 它現在這樣包著 將整個槍套 拆開它 先拿回這支槍 再包起來 包起來 包起來的時候呢 然後我發現裡面 是頂住了 那我等一再拆 那 但是 一開始 如果你有這個ALS的話 那 最好就先拆掉它 那 拆掉它再做一個Fitting 那 現在就拆一拆ALS 那我再跟大家說一下 剛才我講說 頂之槍在哪裏 那 那現在拆一拆ALS系統 那 你要用熱風格時 要熱風格時 就跟著那個Package 來的 那就鬆它 那鬆它 那鬆的時候呢 就留意後面會有塊鐵 掉下來的 那 最左手最好就接 就是有機會跌下來 就接著 OK 那就拆了 就有這件東西 那這個ALS系統呢 其實就是一塊膠來的 那 你看到它這個位呢 就有一個倒角扣著外面 那你就這樣拆 就拆不出來 那你就 最好就斜斜地 斜地 斜地 讓它的倒扣位 進去 裡面 然後就可以整個拿出來 那 來講一講這個ALS 那這個ALS 其實就是鎖住 出彈這個位的 就是鎖住 斜斜這個位的 那 平時這裏就是剛才的螺絲位 那這個鍵呢 你一按下的話 它就會 整起了 那個斜斜 就是鎖住 那 那 進去的時候呢 它就這樣 鎖住這個位 那 這個就是那個ALS OK 那現在拆了那個ALS的那塊膠 那 就講一講那個Hoster 那 你看到裡面呢 看到那塊片呢 不是斜碎那個位的 但它原先其實不是這樣的 它原先是差不多這樣 那樣的 即它不是斜碎的 它是直下來 然後有一個套位 這樣套上去 那它呢 就是純粹 給你的 前篩 這樣通過 那 剛才我說 這支槍塞住了呢 其實是怎樣呢 呃 你見到前篩 有一點 啤子放進去 這個膠 那你硬頂 就進去 進去之後呢 就變成了一個 導扣 就拔不出來 那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就要整支槍去 拆了整個Hoster 來拿出來 那 後來你見到 我就 剪了整個斜位 那 因為 就 這兩個角 這兩個角位呢 都會 插著一條Slide 出入 那 所以變成出入 都是不順 還有 你看看見不見多少少少的痕跡 但因為這支槍是share code 那如果正常的槍應該是花實 應該是肯花了 那 那Slide code的槍就不要割了 那 所以去到最後呢 我就把心一玩呢 就拿把刀 就拿把刀 放進去 就這樣 戒了個 V字位 那 就你現在見到這個 V字位了 那 之後呢 戒了之後 那支槍是可以進去的 但是我就發現 前面這些位置 都有點緊 那我就插著 那支槍 Lock 了 那把熱風槍呢 就 不斷吹 那一邊吹的時候呢 那 因為它裡面迫住 那支槍就會頂回少少少 位出來的 那吹完之後呢 就千萬不要 拔出槍出來 那就等整個Hoster 冷了才拔 如果你拔出來 就有機會收回 這支槍就會收回 這支槍 那 之後吹了之後呢 我就 有一點 再動一動一動一動 就等它 想它撐大一點 然後 還有這個位置呢 就感覺到少少 就是按住的Slide 那 那原先這個位置 就凹一點 那我也是 用熱風槍吹完之後 就把那個劍在裡面 直撬出來 那這個位置就比較 凸出來 因為原先這個位置 是類似 這裡 這樣凹進去 那你現在看到我 就 肥了出來 一點點 那當你 弄到那個Hoster 夠順 即是出入去夠順 那你就可以 裝回 ALS 其實不裝都可以的 但如果不裝呢 那塊片呢 因為我沒有測到最盡 所以進去的時候 如果我不直落 如果我測死地下 我的前置會頂住那個位置 那如果再裝回 那這個就 類似一個 街 這樣就可以 即是 對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順著 帶這支槍進去 那現在 裝回這個 那裝都是 反過來 那斜斜地 凸出來 然後下去 然後 對回一個洞 然後 這塊片 突高的位置 就進去 接著就頂一頂 這邊就上螺絲 好 那現在裝回ALS 那 就 如果進去之後 如果裝完ALS 再進去 都很緊 那你可以再吹多一次 就等它再賺大一點 那賺完之後 都可以 先不要拔出來 就等它完全冷 才拔出來 那就基本上 就大一點就完成了 那如果這個手套太緊 你按這裡 是比較難拔的 那所以我 之後呢 我就 這個位置 我通常鬆回 半個圈 左右 那 就比較二蚊 那 因為它裏面 那裏面的膠 就是鎖這個膠 你可以再批薄一點 就等它 不用按到這麼低才出 那 但是 這個位置 遲了都會蝕的 我就不想這麼快蝕 那 到時一邊蝕才 一邊上緊 如果你這麼快 批了就會快一點 那 對 那 這個就是 怎麼做 那 就不局限於191的 其他 我相信 大致上都是 這樣的步驟 都可以做到的 好啦 那今天就這麼多 後來 一路 說